大家好,欢迎收看City Gaming 堕落之主 全收集流程攻略的第十一集 这一集我们将会开始这个街道部分的攻略了 不知道能不能打到坑道的部分 这个街道内容其实也没有很多 一进来就有个复仇啊 继续往这里走 很快解决掉这些僵尸 他们会丢火球的 然后在这里我们用一下提灯就可以进来 但是先不要急着下去拿东西 这些木板后面有一只杀猪的 而且它是有寄生虫的 我们对着那边照一下 然后很快的送它一个落下攻击 搞定 拿到这个草红雕像 我看一下这里出去有埋伏的 提灯拿出来 然后马上往左走 然后马上用提灯造这个杀猪的 它有寄生虫 哎哟 这里拿一下神圣之炎 前面这个部分呢很刺激的 接下来呢 我们要打一只光头的 然后这个法师呢 它是有寄生虫的 很快的过去照一下 哇 谁没招到 先不管 先解决掉 这些殭屍再说 来 把它引过来吧 哎哟 再拉你的魂 一二三四 是 倒地了 哎 终于 终于可以掩饰这个提灯处绝 怎么打这个提灯处绝呢 就是在射魂的时候呢 把他们的血条打空 他们就会晕倒 带处绝的话呢 就是提灯处绝 哇 这里还有个喷火的 可以马上翻滚 把这个燃烧给弄掉 好 拿一下火焰保护 我在这里呢 应该是要进去引界的 我先看一下笔记 好了 在这里呢 进去一下引界 我们先往上 好 差点被偷袭 还是先补充好这个虚血 这一个呢 是引界流用的大锤 我力量需求应该不够 好 这边这个平台拉过来 然后呢 这边又有东西拿的 跳过来 哎呀 按错 啊 分离掉坠 再跑回来呢 先解决到敌人 先不要急着离开 引界啊 因为在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对面的大楼呢 是有一个东西拿的 只是两个头骨来的 那我们可以对准以后呢 弯滚 再来拿 但是呢 我们现在呢 在这个地方呢 非常危险 要跑酷一下了 准备好的话呢 就下去 赶快跑 不要急着拿那个东西了 我们一会会回来的 啊 这里敌人有点多 有空的话呢 照一下这个东西 哇 没空 快点跑 敌人太多了 然后呢 快速离开引界 哎哟 好 这个杀猪的 哇 紧急的话呢 可以在这里种一个幼苗 我们的这个种子呢 是蛮多的 回复一下 嗯 我只剩下两个雪石质的 啊 其实不拿那个骨头呢 会舒服一点 嗯 有个死神在我附近 这里是需要用提灯 到 把我走进来 好了 然后我就不怕这些法师了 好 清理掉这里的敌人 这个是一个 角色的表情 好 下去了就要打那个地狱巫师了 好 那我先换一点远程的魔法 把蓝捕了 然后呢 对准它开始丢 好 然后有一大群僵尸 冲上来 我这个是范围魔法 哈哈 好好用啊这个 就是那个沉默圣徒的 魔法 好了我很快的在这里先暂停一下 看一下笔记 好了到了这个地区呢 其实是有一只随机的泥太虫 所以要非常注意 要拿东西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呢 看到道具的话呢 那肯定是泥太虫 好 下来这里以后呢 你看 我这个泥太虫就在这里 出现了 赶快把它拉出来 这个的话呢 哎呀 直接用魔法丢吧 反正 这个魔法还不能打下来 有点烦 那是男啊 好管子跟这个戒指是什么效果呢 哦 是家蓝的 目前还不需要 我补蓝的道具还蛮多的 刚刚在这里看到是有一个东西可以拿到载引键 但是我们先别急 我们先进来这里 用提灯进去 马上翻滚了 夺好那个桶以后他要打掉这个杀猪的 这个肯定是真的了 拿到镖枪以后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往回走 可以在这里进入一下引界 很快的拉一下这个东西 往回跑上来是马上可以进入现实世界 不过那个被我用了 得跑 久一点 小心死神了 我们跑回来打剑士那边是可以马上回去现实世界的 好 进展非常胜利的 好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前 嗯 那雪石只要两个不过应该OK 哎呀不过刚刚进去引界没有把这个雪补回来了 接下来要打破坏者了 接下来要打破坏者了 试一点生命食补一下 那我现在这里发呆把雪补满了 破坏者出现了 破坏者出现了 我们很快把buff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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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只要跳过了 蹬一个魔法 不能让他有buff 哎呀 我 我慢了 再滚一下雪 再掉个魔法 慢慢跟他玩 哎呀 回來他又有Buff了 在這裡打吧 還是發生意外 這裡有Buff了 好 可以閃人了 再往前方走呢 是可以中幼苗的 我們很快的 從這個斜坡衝上來 無論發生什麼意外 進入了引界呢 跑過來這裡 可以 馬上休息 大不了就再打一次破壞者 總比打那個 剛剛在引界一堆東西好 好 這裡拿這個大錘呢 如果你是命力量的 不喜歡遠程武器 只喜歡投擲武器的話呢 剛剛那個大錘傷害很不錯的 打不打得到呢 他走開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下來 先 拿一下這把劍 再打一次 這個爆炸好痛 這個爆炸好痛 現在又可以拉魂了 去死了呢 看來打這個破壞者呢 還是要練一下這個招架才行呢 被招架就好打多了 好 接下來呢 我再看一下筆記 欸 對了 走之前呢 這裡下去還有個 升級材料的 還有三顆呢 好了 我們可以真正的休息了 這裡呢 這裡呢 把門打開一下 往前走 拿一下這個阿迪爾之威能 準備好你的buff跟遠程武器的 下方呢 敵人還蠻多的 不可能我們先 在這裡呢 欸 把技術從西掉 先把這個法師 解決掉 給我過來 過來 再躲喔 跟他拉開距離 好 打他一千多傷害是因為他需血很多了 好 拉他的 完 再組織一次 再組織一次 利用這個地形再配合這個提燈 這些光頭就簡單多了 小心了 這個區域呢 又是有假泥太蟲的 假道具 這個這麼直肯定是真的 拿一下 吾文石板又可以交給鐵匠了 我們先 我們先 這裡下去是哪裡 先不要下去 我們先 進入一下影界 拉一下這個烙印 我們先進入一下 這次的烙印 可以 讓我們先進入一下 這次的烙印 我們先進入一個 狗 這一切我都不管了 直接退出引界 回來真實世界 看到了 尾巴甩的這麼厲害 肯定是假的 這裏開一下寶槍 拿到監管者的套裝 然後我們就一直往下走 那裏有一個復仇 我好想打 但是萬一是一些很難打的對象 我要打不過怎麼辦呢 繼續走 我先走上這個樓梯 給你們看一下我們在哪裡 再上來的話呢 就是剛剛那個房間 這裏是互通的 這裏拿一下道具 是真的 威士 好的 等我們跳到這個樓梯上面 慢慢的 進去一下引界 跳到對面 這裏很快的拉一下 這一個道具呢 也是給鄧種的 是他的支線來的 跑了以後呢 很快的回去現實世界 接下來呢我們繼續往下走了 我要換這個弓箭 把這個打下來 這樣換來換去挺煩人的 這裏有一個花床 但是我覺得沒有必要的 因為在走一下呢 就有一個大的營火了 開始有這些礦工出現了 的 剛好呢我們這裏要進去引界 所以沒什麼關係 哇塞神经病了这个 你ok好了以后了把这个拉一下 把门打开以后了再往直走 就是我们要去的萤火了 我们这个无光的斯凯阴框洞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打的部分了 很快的休息一下 可以升级哦 现在先优先把火力升到25 我们很快的回来天空之桥一下 我已经把刚刚拿到的这个符文石板了 交给铁匠 还有很多废话的 不管他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 有什么符文可以买了 我的武器呢是只能放这个 但是呢还是一些没什么用的 我看一下我有没有达到适合我用的 然后呢我们的武器现在有两格可以装的了 提高加四伤害 这个不错 提高物理伤害 降低力量属性加成 看我呢 我放弃了力量 现在不需要力量加成了 然后还可以再买一个菱形的 提高光辉加成了 这个我有没有呢 没有 那就买一个 这样的话应该会提升一点 提升一点伤害吧 希望有吧 然后呢 我的法器已经是加五了 不需要再升了 因为很快就可以拿到新的法器 盾牌不够啊 看看能不能卖点东西 我可以拿到新的法器 盾牌的话 耶稣可以放一个领先的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买一下这个吧 再买一个啊 放到盾牌里面 现在光辉呢 是加了一点的 总比没有东西好 看看邓总那里呢 能不能交一下任务 应该是还没有出发 下一个任务的 对 刚刚拿到那本书 暂时还不能给他 啊 对了 我们上一集打掉那个巨人boss呢 是有个纪念的 可以来这里换boss武器 被抛弃的后代 都是跟炼狱有关的 然后这个没有炼狱法器 也能释放炼狱巫术 这个适合我 如果你是练光辉的话呢 可以买一下这个法速 这个法速蛮强的 有个大盾 但是 不像投资大盾 然后我们再回来矿井这边 回来了矿洞以后呢 我们先沿着这个路 直接跑 进来以后呢 左上方是有一个法师的 他一直丢魔法很烦 而且他有寄生虫 所以我们先冲他来把他解决掉 好寄生虫搞定了 哎呀 好打掉了 打掉就可以往回走清理一下了 在矿洞呢 他应该就有很多升级装备的材料了 这里呢是上不去的 一会儿会拿的 好这里清空以后呢就上来 哇什么声音呢 然后这里呢 左边呢有一个矿工会偷袭的 我们先把这些杖恶武打掉 做起来 装作战装备的材料 哎呦 对了 还有这一只呢 我把它给忘了 吓我一跳 哎呀 我先吃一个 其实可以这样的 用法术 来给自己补血 嗯 补的量有点一般 不过总比没有好 接下来呢 我们用一下提灯 穿过这里 打掉障碍物了 里面有东西拿 中毒药水 这里有一个陷阱 要小心的 有个法师在那边 这个地板呢会塌下去的 所以呢下去之前呢 上个武器buff吧 掉下去以后呢 要打蛮多的上司的 这里有个黑色 没了 没了吗 再继续走 前面又有僵尸 这一套真的可用了 好,准备好提灯了 接下来这个部分呢 我们先拿提灯出来照一下 哎呦,幸好挡住了 好,继续照 把他们都扎掉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打开提灯过对面了 再往前走的话呢 这里要进入一下引戒 拿一下这个烙印 但是呢,我们先往上走 比较紧急的话呢 在这里放一个幼苗也是可以的 不过呢,我们很快就会回去引火的 打开捷径 我们先慢慢走 站在这个横梁上面 我们要跳到下方这个木板上的 先进去一下引戒 然后呢,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慢慢下去 好 很快的,拿一下这个刀 很快的,回去现实世界 这个烙印没什么特别的 他就啊,一身,然后你就可以拿到残渣的 咦,这里要小心了 吊叉是会中毒的 OK 在走的进去还有一个矿工的 慢慢打 不要急 哎呀,我现在往前戳 超好用啊 摆兽之王的戒指 啊,提高忍耐力了 这里能不能把这个门打开呢 哦,你能把它打开了 好 这里拉一下这个机关 再把梯子拉下去 再往前走一点呢 就会看到我们刚刚拿不到的这个道具了 然后尾巴是直的 不是泥太虫 拿一下这个手雷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 可以回去引火补充一下 不过呢,我雪石是五个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 我用一点生命石就行了 好的,那这一期的影片就已经40分钟了 那这一集呢,就先达到这里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 请你帮我点一个赞 下一集呢,我们将会继续这个矿道的攻略 不想错过的朋友呢 记得订阅 还有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